我看到开市前的蔚来跌了2% 其他都是在升 尤其是小鹏升了3% 如果你说要等他们整卦一下 有个好一点的位置才进入的话 你自己会心脆选哪一款呢 还是说好像昨天炒气的零件股 有考虑得过呢 如果真的比较按耐不住 按耐不住 如果你过去没有买 就很想现在买了 因为听说要等 有些事情可能真的不想等 不行 我要短叉 没错 我想怎样都可以参与一下 我觉得车股先 我想几个车股来计 刚才Arene也有说的 就是今天暂时等得比较好的小鹏 我觉得是可以短线追一下 纯粹是真的参与他比较落后 因为你比起可能拿他 拿蔚来 拿理想 拿比亚迪来计算 小鹏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落后得来 他的图又不是差的 你看到现在都慢慢凸起头上来 上回所有军线楼上 虽然论短线部署 真的很忍不住要买的 我想可能设计小鹏会好一些 如果这一刻来计算 我想暂时只要不下8-1元以下 其实就可能薄他弹高一些 例如去到8-5-8-6 或者是进取一些都OK的 我想这样一定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真的从一个基本的排序的话 那就一定是近期最强的理想 就是比亚迪不计算 比亚迪一向都好 就是这个不同 古王 是的 很多人比较 都讲了很多次 不要拿他跟新勢力几个比较 但是我想新勢力几个去排 都是理想会排得第一 就是真的看得最理想 其实过去都说 因为几个基本面 无论过去交付量 因为他们很看交付量 交付量有一定规模 大家对盈利前景会好一些 而这一点理想 在未来比起小鹏是更加稳定的 而且最新也发布了L9这辆车 看起来预售好像很厉害 虽然定价其实挺贵 但是好像很厉害 所以对于销售的交付 还有一种衷勁 理想的盈利预期 会比起另外两只是好的 所以股价都是比较强 都是这样的 资金是很适选的 很明显看到分别在 但是真的外与星比较急 你说论短线再追下去 要小心一点 当然有货无问题 继续持续持续 或者也没有明显 比如短期没有跌穿10天线 我觉得不需要特别什么动作 或者各样东西 但是未有的 如果真的看基本面 做一个中线的 可能这次就要等一等 才能够好一些 虽然刚才说纯粹短线的 可能你选小鹏 但是如果论基本面排位 理想一定是首选 是 就是小鹏就是按耗不住 很想看看 有没有能够追上这一转 就好先选 当然要衡量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也要这么说 他想继续问车股 他说其实1211还追不追好呢 等极都等不到它跌的 跌极都还这么贵 好像没什么跌过 没办法 他说今年目标可以看多少钱呢 对 对 有没有机会说 即是破6月321元高位 有没有可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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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選你上小鵬好過呢 我覺得如果你給我選長線 或者你真的是分階段去買 我一樣都是一定給阿迪的 是 但是真的因為價格很硬 跌不下 你說要找一個很低位賣 暫時來說比較難 但是當然又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其實幾個月前都是165都見過 只是幾個月後翻了一倍 但是不是說沒有機會下的 這些大家都說是不買的 所以我覺得唯一真是有心思思的 你這些位置還未入住第一下 但是你真的要問到自己是分得住 因為其實過去都說的 就是比阿迪你問到 入場費高 對 一向看法很低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入場費高 是 或者是要看大家自己的靈活度夠不夠 因為你限定一手都十萬個外 是 那你一定是要有差不多一個靈活度 分不了那麼多住 對 沒錯 你也能分得到 因為價格是高 我沒有理由這些位置還很便宜 當然一定不會 但是一定知道是覺得貴的 但是看好是看好的 所以你說買這些位置可以買第一次 但是你真的要跟自己說是有能力再加到 那譬如你落到低一點你才再加到 這樣會是好一點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說不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就沒有辦法了 當是買不到這隻 那就可能… 那就可能會用力 沒錯 就是我想 唯一 都要衡量自己整體的Portfolio的看法 所以你說如果是可以分得住的 我會建議這些位置你可以買第一次的 因為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你現在會不會下去 就是可能不下去也不出奇 因為它的前景真是好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是貴貴的 或高高的 所以你說買第一次可以 但是如果有機會下 譬如之前說280元以下這些位置的 才再加 這樣會比較合適一點 那也好